朋友们好 我是阿拉斯加的安迪 很高兴又见到您 这山在云里好美啊 云在山的 在半山腰 最近瓦西拉一直多云下雨 希望坑乃那边天气会好一些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坑乃捞三文鱼 在我的第17个视频中 给大家分享过 我家的渔船都被砸坏了 出发去坑乃捞鱼 所以这次只能用朋友的船去捞鱼了 我们现在行驶在 通往安格尔奇的高速上 右手边是美国军队 驻阿拉斯加的兵营 这是我第五次 在捞三文鱼的季节去坑乃 现在这条高速 通往苏沃 辉德 坑乃和厚门 等几个海滨小城 左前方山坡上 有很多住宅 背山面海 感觉很惬意 但大熊说如果住在这边 风会很大 右边您看到的就是在我的第八个影片中介绍过的通往苏沃尔的观光列车的轨道 左手边是湿地公园 有很长的木质步道 可近距离欣赏各种鸟类 今天这条高速的风确实很大 为了安全 我们停在休息区 大熊要检查一下船舱里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一直开往坑乃半岛 远处雪山上 还有很多积雪没有融化 沿途看到很多房车 夏季是阿拉斯加人最活跃的季节 哇好酷的摩托车队啊 通往坑乃的公路 有很长的一段盘山路是没有信号的 只能听手机里下载的音乐 左边是坑乃湖 很大 看起来就像河流一样 好像是那辆房车 坏在了这样狭窄的公路上 所以开长途 车子的安全很重要 好猛烦哦 好猛烦哦 如果我们住在这里 那是河流 如果我会有很多小的雨 看起来就不接近任何城市 好猛烦 好猛烦 好猛烦在夏季 我说是在夏季 在夏季 是的 夏季 或许只能够 一个小小的雨 现在经过的就是坑乃河 河水是蓝绿色的 非常美 路的两侧 有一些营地 都建在河边和湖边 很方便钓鱼 这段公路有很多豌豆 我是很害怕在这段路上开车 刚刚看到一只驼鹿 在路边悠闲地吃树叶 终于到坑乃了 好熟悉的漂亮房屋啊 非常喜欢这里 每次来到这里 心情都特别意愿 男人们在研究鱼讯 讨论去捞三文鱼的时间 超喜欢这个暖棚 喜欢这里的一切 这里的篝火 灯光 还有音乐 都是我的大爱 第二天早上 虽然是阴雨天 但我们还是出发 去坑乃河捞雨了 一只死驼鹿躺在了河岸边 我们的船马上就要过来了 从这个坡一点一点把船 从这里放到河里去 然后再把truck停到停车场 你看右边那条船上 那人拿的网 就是巨型的捞三文鱼的网 我刚刚才发现 这只驼鹿没有头 不晓得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怜的家 有什么都不能够 要快点回来 有什么都不能够 有什么都不能够 来多一点点 Come back a little more,老公 Come back That's time Come back 現在要把皮卡連同拖車一起放到停車場去 然後開車的人再走路回來 船會在碼頭等他 撈三文魚的方法和撈呼噜根的方法差不多 都是掃蕩式的捕撈 只是撈三文魚的網很大很長也很重 撈三文魚是個體力活 這條船上的人已經撈到三文魚了 今天的天氣不太好 多雲還不停地下雨 我們今天的團隊是兩對夫婦一條船 OK, Your turn I'll bonk Go ahead You wanna fish or you wanna bonk You wanna bonk You wanna bonk? OK Fish me for the little one You wanna be a bonker, huh? It's pretty wild with that bonker I've seen her there As long as you got your built in water There's always a chance On the outside Code Pro把我們拍的都是又胖又矮 好 你去找他 你去找他 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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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会快速到这些车达到这些车达来 OK 我会不及到这些车达 一路一路一路 一路一路一路 在那邊 在那邊 有點陌生 在那邊 那邊是那邊 好,我們把他拉到 再往後 那是不准备 OK 好 来吧 准备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熊朋友的老婆超级棒 一个人就捞到了七条鱼 我特别喜欢他们一家人 是他们的女儿教会了我 如何捞三文鱼的 放满雨停了 蓝天白云下几位年轻人边捞鱼边喝酒 聊天听音乐 好快乐 我们这一天只捞到了28条 但都很大只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下周继续与您分享 捞三文鱼 以及聚会游戏 BBQ的快乐时光 那我们下周二再见 再见